无用心挑战邓超新片挑战大尺度搞笑 话剧《分手大师》10月1日至7日将在上海演出 日前由出品人邓超兼制编剧于白眉以及男女主演曹云金 刘圆圆等组层的白眉家族起起亮相 提前与媒体见面 一提的是《分手大师》电影版已经将在本月正式启动 该片将由邓超自导自演 其夸张的演绎将超越此前邓超扮女装的翠花 我觉得不是豁出去 是把我这么多年对喜剧的爱 可能是做一次相对集中的表达 至于网上盛传这部定的女主角是杨幂 邓超似乎还有一些保留 莫非是另要人选 反正看嘛 看他们谁的电话打得轻一点 其实对象非常多 但是我们只能定一个 对大都很关心孙力是否会在片中客串 陈铭也很难看点 邓超态度就磨了娘客 并暗示孙力需要在家多磨练喜剧功力 哪能那么容易就来了 他确实是反正每天都在各种修炼当中 为了积极配合我们的电影 吴友心挑战 张静初突破自我当地 行情们纷纷投向幕后 为自己找寻事业第二春 眼儿优泽岛可以说是目前的流行大趋势 导演科班出身的福建籍演员张静初也有着导演梦 近来就有传他也要挑战导演的工作 这是真的吗 就是可能碰到自己喜欢的题材 然后在可能小投资吧 然后可能不用有特别大的票房的压力的情况下 也许会做一个小成本的 不过就算导演梦暂时未远也没有关系 张静初的演员道路走得越来越顺 最近他就凭借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 入围本界竞技奖最佳女主角 同时入围的还有张子怡 宋家 杨子山 梁静 严炳 在台北出续活动是谈到入围心情 张静初却很是淡定 我完全没想过这个事 然后因为也没想到会入围 所以也没想过会拿奖 所以就顺其自然 我有新挑战 蔡静雅挑战人生最帅勇气的一件事 开着一头超有女人味的金色柔衣长发 你还认得出这是蔡静雅吗 为了新歌 她不但转型成性感小女人 更要挑战人生最帅勇气的一件事 下水 这蔡静雅的承受能力也太低了吧 这泳池毫无挑战性的深度 完全咽不到你啊 更何况身边还有一票人贴身保护好不好 你到底在怕些什么呢 有时候会 可能在做梦的时候会有一种 好像自己掉进深海底 然后就好像在那里 就一直沉一直沉在里面 然后就窒息这样子 觉得我今天算是豁出去吧 就是我也要面对我内心里面的恶魔 虽然害怕 但看到自己在水中唯美的造型 相信蔡静雅也觉得直啦 更何况下水不是重点 重点有半裸帅哥天生缠绵 看着完美的肌肉线条 瞬间秒杀无数少女有目有 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情 我应该只有在想 我要怎么在水底里生存吧 这话可真是重挫这位长将 酷似赵耀婷的小帅哥的心啦 不过两人可不只是抱抱而已 激情吻戏 粉丝们就要等到MV问世 才能见到咯 我也有新挑战 李勇客串 私人定制 从主持台走向大学讲台 平阳市名字李勇的身份转换 让外界脱为意外 而最近还要瞧瞧在冯小刚保养的芯片 私人定制中客串了一把 当那回演员 那有机会有一次在这个社会议制里面 给演出发一个小时的演员 这相机这么快吗 通常我都不敢说 一般很多电影呢 我是素材 结局咔咔就没了 我这回演的是真正的教师 现在教师是我的职业 我还真不是扮演 你看你不知道你在看我话 不说 面对记者提问 平常爱耍嘴皮的李勇 守口如瓶不肯透露 而当被问到马年春晚的安排 此前李勇曾透露已经订好机票 一家三口旅游过节 一年春晚不上也不看 不过昨天当记者再次提及春晚话题 离听几口言行谨慎起来 这问题我再不回答了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再不回答了 我说什么都不对 然后呢这个 说旅游吧 说你不看 我绝不回答 打死都不回答 该干嘛干嘛 小编点评 看来马年春晚 看不到马脸的李勇咯 冷半天 他也不回答了 再不回答